欢迎继续收听由大灰狼为您播讲的《谋天记》第十八集 一朵仗许大的灰云在四人的面前徐徐的凝聚而出了 石川招会一身过后就带着柳明三人登上了灰云腾空往山下飞进 柳明站在灰云上感到足下之物软绵绵的 似乎并没有那位李师叔所驱使黑色迹云凝厚 而且此物呢在石川的驱动之下发动并不算是特别快 除了说可以飞得高一些之外呢 实际的速度也就和自己为进阶临土前全力奔跑的时候差不了多少了 石师兄 我看宗内各位师兄似乎人人都能腾云驾雾 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法术 最快的时候它可以到达什么程度呢 柳明终于忍不住了 白师弟你说的是这堂空术吧 这只不过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法术 只要师弟你啊将原力稍微的转化为法力就可以施展了 至于说到这速度嘛 虽然是非常慢了 只适合短距离飞行 稍远一些的话 最好呢还是使用其他手段比较好啊 石川普加斯所的回答道 听师兄的口气 这飞行之法还有许多种啊 听到了这儿 六明双目一亮 这是当然了 热像飞行除了腾空之术外 还有其他几种手段 不过这些要么必须借助福禄器物 比如说专门炼制的飞行灵器 神行福 要么呢就是某些功法修炼到某种程度之后 方能施展的特有顿术啊 就像说是人人都知道的预见飞行 其实呢就是建修特有的一种顿术 不过前者简单一些 只要师弟能修炼到灵徒中期 就有能力激发一些简单的俘虏了 到了灵徒后期 则就有能力催动某些微能单一的灵器了 至于说后者嘛 现在你就不要妄想了 就算宗的那些师叔师伯都没有几个人能掌握此种顿术啊 灵器是什么呀 和和那福气是一样的东西吗 当然不同了 两者微能的是天壤之别 并且灵器通过系列之后可以变化大小 趋势随心呢 根本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 不过这灵器极为的稀有 除了师叔师伯那些灵师之外 能拥有此等东西的灵徒 那可是少之又少 本脉除了朱师妹有一件护身灵器之外 其他弟子用的呀 还是福气而已 朱师妹 哦 就是朱师叔的独女 先前你在大厅中也应该见过了 原来如此 多谢师兄指点 柳明有一丝恍然了 心中顿时闪过了那两名貌美女子的面容 师师兄 不知道这入门工坊和其他几支是不是一样啊 可不可以有挑选的余地呢 归师他们既然无法亲口传授 我等要从何处学的这些修炼的工法呀 那个叫万小倩的女孩 也结结巴巴地问了起来 师妹想学习基础工法的话 可以到藏廷阁免费地学习 我们满鬼宗啊 共有基础工法十三篇 所有的弟子呢 都可以修炼 没有什么限制 不过既然宗内分为八支 虽然说每只弟子的基础工法选择嘛 还是有所侧重的 呃 像我们九英一脉呢 最有名的皇权阴魔宫 就最好选择地灵宫 阴魁宫 两种入门工法之一为基础 若是修炼了其他工法再选择此工法的话 这修炼起来呀 就是事半功倍了呀 甚至根本没有办法修炼到最高境界 而宗内一些大威力秘术修炼 也必须以某种法修炼到一定境界为基础 故而基础工法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呀 石师兄 我还有个问题 我听说 就这样石川一边带着三人选择住处 一边随口解答着他们的一些疑问 转眼之间就将全山十几个适合弟子居住的地方都跑了一遍 在这位石师兄的建议之下 三个人呢都分别选择好了自己的住处 柳明所选的住处 是山腰间三间房屋组成的一个小庭院 不但说位置十分偏远并且幽静至极呀 下面的时间 石川自然就带着一干人等向执事堂所在的飓风飞了过去 没过多久之后 载着众人的灰云在一座三十丈高的巨塔前落了下来 白师弟 看好了啊 此塔呢共分三层 潜规执事堂所有 但是各层功能可是不同的 一层是处理宗内各种杂物 分派弟子例行任务之处 二层的 揭曲发布宗内悬赏任务 自由赚取贡献点和临时的地方 三层的 这才是执事堂弟子临时休息之地啊 贡献点 临时币 柳明一听这话 双目就微眯了起来 在先前的路上 他已经从石川的口中得知 宗内普通弟子呢 除了说可以免费的学习本卖一些普通功法秘书之外 一些真正的特殊功法秘书是根本没有办法轻易得到传授的 只能通过积在一定贡献点到藏金阁直接换取 而这些贡献点呢 还可用来换取宗内的一些丹药 符禄 材料等各种东西 并且满轨宗内一些对修炼有益的特殊的地方 若想使用 也必须消耗贡献点 才能够进入 至于灵时 却是修炼界最通用之物 据说呀 是将一些蕴含天地元气 金石 才切成统一大小尺寸过后 再当成货币来使用的 先前在开灵仪式上所见到的 镶嵌法阵中的那些巨大的金石 应该呢 就是未曾怎么切割开的零石的一种 柳鸣虽然说是第一次听说这两种东西 但马上就意识到 他们对自己以后在宗门内立足的重要性 望着巨塔的目光 不禁有些兴奋了 此刻 进出石塔的弟子并没有几个人 估计呢 是因为天色有些晚的缘故 石川带着柳鸣三人 走进了石塔大门 石塔一层 大概有半亩大小 一个长长的石台后 站着一名双目有些浑浊的枯瘦的老者 前面稀稀拉拉的 站有五六名看似外门弟子之人 恭恭敬敬的在听老者说着什么话 好了好了 下去吧 这次任务算你们勉强完成 诶 但是下一次还是这么糟糕的话 那可就要扣掉你们的贡献点了 行了 将名牌拿出来吧 老者最终很不耐烦的说道 多谢胡执事 那几名外门弟子文言大喜 慌忙从身上各取出一个白色的玉牌 放到了石台上 胡掌柜也从怀中 抛出了一个闪动着淡金色光芒的短棍 往那几个白色的玉牌上 各自一点又飞快地收了起来 几名外门弟子 这才满脸笑容地离开了石台 胡师兄 我带几名新入门的弟子 来领取一下东西 石川见死 带着三人走了过去 十分客气地宠乎敬劳者说道 我说是谁呢 也来是石师弟啊 这体位就是贵卖新入门的师弟 哟 果然却是一表人才啊 对了 师弟上次答应我的英计时 不知可还有啊 若是有的话 我还是以老价格收购 有多少要多少 老者一看是石川 脸上顿时流露出了笑容 对柳明三人扫了眼之后 就不再理会了 胡师兄 我最近忙于修炼 可真的没有功夫 去那阴沙谷了 听到这儿 石川眉头一皱 哈哈哈哈 这没关系 等石师弟以后有时间的话 一定别忘了帮石兄 稍待几块过来 我先帮着三位师弟 拿下东西 姓名是 胡姓老者文言 脸上有些失望 但是片刻之后 就恢复正常的 转头向柳明等人问道 柳明等人一一抱上了名字 老者何时过乌乌 才向身后 那看似空空如也的 青涩壁走剧 结果呢 让柳明三人吓了一跳的 情景出现了 胡姓老者的身躯 在一接触墙壁的瞬间 竟然一下子泛起了白光 直接没入其中 不见了踪影 白师弟 你们不用大惊小怪的 这只不过是最普通的 川雾术 外加一些简单的进制而已啊 石川在一旁笑着解释着 听了此话呢 柳明三人脸上的金色 这才退去了一些 片刻过后 当石台后墙壁再次一亮而起的时候 胡姓老者呢 已经抱着一大堆的东西 从中走了出来 往桌子上一放 行了 每人名牌一枚 必臣服一套 不见一把零食五枚 另外再提醒一句啊 这新入门的弟子 每个月呢 可以到我这里领取零食五枚 但同样 也必须每月完成 例行任务一件 否则 一枚零食也没有 行了 你们三个滴一滴精血到名牌上 当着我的面先激发他们 这名牌啊 是宗内弟子储存贡献点 和代表自己身份之物 本身呢 它就是一种特殊的福气 一旦滴血激发过后 就会绑定精魂 就没有第二个人 可以使用零食五功能了 石川在旁边解释了一句 柳明虽然说听得 也不大明白 但也知道 此时不便多问什么 当即呢 将一根手指 往嘴巴中移送 咬破了手指 对着一枚零牌 摇了一摇 当即一滴鲜红的血珠 滚落而下 一闪就没入雨牌之中 刹那之间 名牌表面 一下子就泛起了一层 柔和的白光 并又十几道古怪的荧光 一闪而逝 等到光芒一脸过后 一切又恢复如常了 柳明有些好奇的 拿起此物翻转 看了几眼 柳师弟不用多看 等有了法力之后 只要说稍微注入此物一些 也就明白其具体的使用的办法了 柳明点了点头 将名牌收好 又飞快地抓起一套绿色的弟子衣衫和一柄黄翘长剑 一边的薛山和万小倩也一般动作地刨制了一番 于是在向活性老者称谢一声过后 三个人跟着石川就走出了石塔 现在还有一些时间 白师弟啊 你们可要去藏金阁先看上一眼吧 刚一走出大门 石川脚步微微一顿 有些犹豫地问了一句 藏金阁 那当然一定要去了 薛山和万小倩文言自然大起过望 是一口答应 柳明呢 他更不可能拒绝了 于是石川不再说话 单手一掐绝 再次凝聚出灰云 载着四人往山上另一处地方飞去 一盏茶的功夫过后 几个人在一处偏僻之地落下 穿过一片一根根青石柱形成的石林过后 眼前就出现了一座一山修成的阁楼 一半露出山体之外 一半呢 却直接没入山石之中 阁楼大门上方牌匾上 龙飞凤舞地写着紫红色的藏金阁三个大字 大门两侧各有一头两丈高的恶鬼雕像 栩栩如生 浑身黑油油一片 仿佛呢 是用金铁筑成一般 你们要切记了 这藏金阁是本宗重地 除了来的时候那条小路之外 没有第二条路可以接近此地 即使偶尔从附近上空飞过 也不得接近藏金阁五百丈之内 否则的话呢 就会被当作外敌攻击的 此前也并非没有发生过此类事情啊 有这种事情 护个鬼妖就是那两个大家伙吗 万小倩吓了一跳 不禁狂愁两座猙獰雕像 不错 就是他们 不要看他们现在呢 只是死无傀儡 一旦激活之后 几乎拥有接近灵世的恐怖的实力 万万不是我等这样的灵徒弟子 可以抵挡的样 就是驱动起来 太耗费零食了 石川解释了两句 就带着三个人 走进了阁楼大门 柳铭的目光 往里面一扫 不禁有一次意外之色 只见入门之后 赫然是一个 长宽 各不过树杖的小房间 里面除了一把空荡荡的椅子之外 就再也没有任何的东西了 石川见此呢 却丝毫不得奇怪 只是手掌一翻 亮出了自己的名牌 并对准对面的墙壁一晃 扑枝一身过后 从名牌上喷出一道白光 一闪及视 没入墙壁之中 就不见了踪迹了 接着 石川就带着柳铭等人 静静等候起来 没有任何不耐之色 一会儿的功夫过后 对面石壁上白光一线 从中走出了一名 头戴高官的胖老者 口中不停地打着哈欠 一副还没睡醒的样子 弟子石川 拜见阮师叔 石川一见胖老者 却立刻恭恭敬敬地 上前见礼 原来是九英的小家伙 怎么这么快就带新入门的师弟 来挑选功法了 胖老者随意地扫了一干人等一眼之后 就懒洋洋地问道 哦 是这样 西威师弟 想先过来看一看 阁中有哪些可以修炼的法杰 是否现在的挑选 还要看他们自己的决定了 嗯 嗯 嗯